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我是阿炳 今天天气好 所以去把那个土里面的红薯铜割回来 然后把那个红薯挖了 要不然等到下雨的话 就挖不了了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这边都有雨的 看那个天气一霸 所以尽快出发 因为我们这里那个路太烂了 都是那个石头 所以我不敢骑车 因为我太轻了 要是后面起来个摩托车 载的太重了 前面会翘起来的 那样子就麻烦了 所以都是唯一吧 像这些活的话 往前都是我爸我妈在做 然后他们确实挺辛苦的 现在我回来了 所以这些辛苦的活 我也能分担一点的 我们的土 就要从这条路过去 然后到很多房子后面 那中间那座山上 光秃秃的那里 就是我们的土 现在要去把那个红薯藤勾了 然后从那里背回来 然后从那里背回来 我爸来得早一点 都开始挖红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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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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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糖 冰糖也割完了 现在准备回家吃饭 要煮那么远 现在想着都有一点害怕 回到家里面这一年多 经常干活 所以现在背这么一点 还是不觉得很累 刚回来的时候 背个四五十斤的话 就这么一段都 都气喘吁吁的 现在好多了 这个人要多锻炼 就只能超小道 这样子会比较近一点 要不然背到对边那座山的话 还是蛮累的 刚刚睡觉起来好不开心的样子 还哭了呢 下午跟我一起去背筒鼠 吃饭了 有鸡蛋 这个是 韭菜炒鸡蛋 还有腊肉 今天有肉吃 你看 我们吃饭了 拜拜